今天台北地検署以胎污罪把我起诉 对于一项以青年正直自我期许的英九来说 唯有痛心疾首这四个字可以形容 我一生连结居然被起诉 对英九来说这比失去我的生命更痛苦 所以马英九最心之痛啊 知道司法有问题赶快改革司法 刚刚现红用一个大炮打蚂蚁啊 那我们如果大炮要去打老鹰的话打谁 当然是打陈聪明嘛 你作为一个总统你陈聪明干不掉 邱一还跟你跟大家讲说私底下有去施压 就陈聪明还是换不掉 这总统有能无能 是彰显在你打陈聪明还是打侯宽人 况且陈聪明是我们大家的黑名单 我不敢说全部所有的 侯宽人是你马英九个人的黑名单 你过去就是好送 你刚刚私底下还称你说法将 不然就送棍 你以前跟东兴大佬那些受灾户打官司 有正当性吗 结果呢 你现在北姐已经不起诉了 高姐已经把你的在意驳回了 如果今天这个法院 他真的接受这种非常稀有精致的这种交付审判 我们会怎么讲 因为你拿总统的权势压法院 你其他人都不受理 你受理你总统的权势 所以呢他绝对是一个输的一个局面 你输的局面你还执意去做 我们会觉得说你是大总统 你用你无限上纲的这个权力 你去整肃一个过去起诉你的这个侯宽人 那这是一个输的局面 他不是陈长文 陈长文过去是民间的律师 他去跟国税局打官司 结果你作为总统 你跟你整个司法体系对抗 是这样子改革吗 他讲得很好啊 对啊 要打就打老鹰 他讲得比他老公好多了 对啊 跟我老公意见 南辕北策在这个议题上 他的观点当然是在 依照光琴的标准 陈聪明是老鹰 所以应该有马大炮 专门去来打这个老鹰 那当然啦 这个马大炮也要有大炮 目前我已经初步把这个大炮准备好了 就是退场机制 这个案子已经送进立法院里面 但听说这个刘兆贤院长 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我很乐意跟他沟通 因为我所知道就是 除了我这个办法 也没有人想到更好的办法了 那所以是不是拜托 这个我们党组 未来党主席将就使用一下 也许这个大炮不是什么 洋枪大棍做得那么好的 既然没有人找到毛病 加减的赢了试试看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 那这个没有大炮 可以去处理陈聪明 的确会被这个光琴 从头骂到底 因为刚才有这个大千 还有那个东豪 我帮他说话 那我就不方便帮他说话 那有这个忠信 你们几位给他这么强烈指教 我当然不妨再说什么 所以剩下的时间 我都要保持沉默啦 县宏啊县宏 是在马英九 你看刚刚他讲那段话是快哭了 就是他心里是很痛的 他说一个青年的人 被人家讲说是贪污 声不如指 那他应该将心比心啊 帮我们改革整个司法 像最大的弊病很多人看起来 就是陈聪明的问题没有解决啊 他这问题没解决啊 这个的确就是我们跟马总总之间 觉得勾而不通的地方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目标在哪里 他反而是反向而行 打错方向 打错方向 那陈聪明当然是 最好是他自请辞职啦 这个陈聪明这样的人 其实在某种程度 他是在对抗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因他而付出 那么多的代价 我不相信你陈聪明看得懂 我觉得我们一天比一天 对陈聪明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不因为你想要赖在那个位置上 我们就算了 没那回事 你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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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辞职 没有别的理由可以做借口 而马英九总统喔 这个头痛了喔 我这样说好了 是是 你不要比着我讲话 一定要比着你 一定要比着你 为什么要比着你 你提的那个意见 如果是马总统体 这个局面就不一样 是吧 他也不需要 他也不需要 他也真的不需要 什么去做党主席 这个事情就是属于总统 应该要想的 什么退场机制这些 他关心 那刘院长会不关心吗 我觉得这问题就在这里 也不饒这个蔡委员去沟通了啦 这本来 就是说马总统 你的作为是什么嘛 你大炮 就是光景讲说 你大炮到底瞄准哪里嘛 我们希望你大炮 要瞄准大炮该瞄准的地方 所以马总统关心 甲笔路之外 还是看看整个社会上 大家为什么对特征组 对陈聪明有那么大的意见 还是做一个改革 问题 又拜孙大天了 所以一个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要 所以当初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但是回过来讲 目前来讲 陈聪明他作为一个最高检查机关的首长 一个代表 照他以来扮演精神领袖的一个角色 可是今天所有的问题已经 因为他让检察官的公信力是丧失 而且已经发生那么多的争议 按道理他应该要自动请示 事实上陈聪明过去也曾经想过 不是没想过 你是怕想过要走 其实在第一次起诉之后 他曾经想过 他也曾经跟当时一些新闻界的人也讲过说 他也求一个好的下台的身影 能够光荣地下来 但是随着那次的掌声那么大 再加上旁边有很多人 就说坐教的想吓 想吓 想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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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今天 陈聪明也吓到了 今天陈聪明会觉得说 他如果下来的时候会不会被一路追杀 他也在想被追杀的问题 可是其实如果今天行 你今天行的端做了证 你在这边案处理过程中 你不要有任何的奇怪的动作的话 你何必怕人家追杀 对啊 我先对不起我插个话 刚大千跟东郎提到一个 立法院行使陈聪明的同意权的时候 好像都是立法院的责任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听过雷谦委员讲 当时候有很多人跟马英九建议 因为那时候国民党还是多数 你不要去投这个票 他就说你弃权 就马英九还是让他们去投票 那你说你 陈聪明现在这个问题 你不用负责任吗 这是那时候一个起点嘛 这一点我真的要帮 马总统跟当时的马主席说个话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 我跟各位提过 那个时候蓝军在立法院是多数 我们为了要维护我们的检查体系 不会被政治力量干扰 所以我们当然的确做了很多的设计 包含任期的保障 包含不可连任 包含他甚至不需要为了 个案到立法院来报告 所以变成那个时候的总长 我们希望借着严格的把关 挑出来一个有肩膀有担当的人 所以第一次是谢文定 我们封杀掉了 第二次陈忠明 我们本来也是要封杀掉了 当时的马主席也是下令封杀 当时全国民党一致要封杀陈忠明 可是很遗憾 在立法院有其他的情况发生了 什么情况 没有你们国民党 进入投票通不过的 什么情况 不行不行 师傅今天不放过你 什么情况 所以我说今天陈忠明的状况 你师傅在问你 没有国民党 是非这个责任 但是我回过头 那谁应该被谁应该被 我回过头来讲 我们先听观众朋友的声音 等那个沈伟远逼问的 孙大天一讲真话 我们再听他讲话 来